老殘游基第一回 故事發生在大約現在的一百年 即是清朝末年江水年間 話說山東登周虎東門外 有個大山叫蓬萊山 山上有個叫蓬萊閣,非常漂亮 在閣上,向西望過去 看回登周虎的市鎮 看到民居 向東望過去,一片汪洋大海 所以城中的人士 往往在下午帶著酒和食物 去到蓬萊閣,住宿一晚 明天看日出 話說當年有個遊客 叫老殘 這個人原本姓鐵,叫鐵櫻 有個愛號叫寶殘 老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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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歲的時候 因為 雖然讀過書 但八顧問做得不太好 所以考不到功名 教書沒有人請他 學生意 學做生意 又不嫌稅數太大 還有 原本他父親 是做三四品官 因為 又不懂得怎樣去賺錢 所以做了二十幾年 退休的時候 告老歸田 都要賣了長三馬垮 才能取得盤村 你想想 老爸都不告不得了 又怎會有什麼遺產給兒子 所以這個老殘 尚無祖業 下又沒有什麼行當可以做 自然慢慢生活成問題 無可如何之際 可謂天無絕人之老 他又遇到一個 走江湖的道士 這個道士就說有二人傳授 吃得二百病 老殘就拜了他做師傅 學了幾年 以後 他又拿著一個鈴鈴 做一個走江湖的郎中 幫人治病 彬彬彬走走 差不多二十年了 這一年 他來到山東 古千城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有錢的人 姓王 就叫做瑞禾 這個王翁呢 就有一個怪病 就是周身會爛獄的 每年夏天開始 這裡穿幾個洞 那裡也穿幾個洞 每年都是這樣 找過很多醫生 沒有人可以治療他 這年春天 老殘就在這裡 王家的管家 偶然遇到他 問他有沒有法治治到這個病 他就說 法治是有的 你只要醫我這種做法 我就會開些藥給他吃 施展一下我的醫學 他有辦法 永遠這個病會治得好的 於是呢 王翁就留了老殘 在家裡住和他治病 醫了幾個月 雖然皮膚 還是有一點點的爛肉 但是穿孔的弊病呢 真是今年都沒有什麼發作的 因為這樣呢 王翁就非常開心了 眼看時間過得很快 從春天就醫治到秋天 看來呢 今年的病呢 就會沒事的了 王翁就叫了戲班 在家裡呢 又還神 又做戲 又請喝 搞得非常熱鬧 有一天呢 老殘就吃過午飯 因為多喝了兩杯酒 覺得身體上有點困難了 就在一張床那裡 自己的房間裡面 睡著了 睡著了 剛剛閉上眼了 聽到聲音 有兩個朋友進來 這兩個朋友呢 一個叫文章百 一個叫德惠生 都是老殘的老友記 他們兩個就說 嘩 老兄 光天白日 睡午覺啊 哎 真是 老殘趕快起床 就說 哎 我因為這幾天啊 吃得太多 飽飽飽飽 睡著了 睡著了 他們兩個就說 我們現在呢 想去登州府啊 去訪一下馮來郭的聖景 特意來約你 車就已經搞定了 你行的呢 就收拾兩件衣服 跟著我們去吧 老殘呢 衣服根本不是很多的 拿了幾本書 啊 拿了幾件隨身的儀器 那馬上呢 就上了車跟他們去吧 那 去到呢 蓬來閣啊 就找到兩間客房 大家住低了 就想著呢 啊 蓬有運氣了 看不看到山東的聖景 就是那些叫海市神樓了 那第二天 老殘呢 跟兩位老友說了 他說 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啊 我們不如今晚不要睡了 啊 明天 天都未光 我們出去 看日出 啊 他兩個人就說了 啊 既然老兄有這麼的清慶 啊 小弟一定奉陪啦 啊 於是呢 一叔無話 那第二天 天都未光啊 兩個人開了兩瓶酒 拿了一點點食物 一邊喝酒 一邊聊天 一邊等太陽出來 那他們呢 除了帶食物之外啊 還帶了千里鏡 那所謂千里鏡 就是我們今天看遠鏡了 那清朝那時候呢 都已經由外國傳入中國了 那他們帶了一些 就是遇寒的尖 就後面樓梯一路 慢慢地上這個蓬來角 啊 他們的角的中間 就靠窗的桌下面呢 就坐在那裡看著天啊 啊 只見海中白浪如山 一望無際啊 哇 最近那個叫做長山島 再遠過叫做大粥 大黑島 啊 啊 啊 角子旁邊呢 就風聲作響啊 哇 不然間好像風雨欲來那樣啊 啊 天上的雲呢 一片一片地踏起啊 啊 啊 一路路呢 天氣好像變壞那樣啊 啊 然後太陽呢 就慢慢呢 就出來了 也都看到一些紅光 啊 德衛生就說了 啊 啊 老殘兄啊 啊 看著現在這樣的樣子 這麼厚的魂 看不到那一 啊 啊 那老殘就說了 嘿 天風海水 能兒我情 就算見不到那一 大家今天來到 坐下 等日出 啊 都是一個緣份啊 啊 看不到也都沒有什麼所謂啦 這樣 文章白就用個望遠鏡呢 就一直在看著 咦 喂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東面有一團黑影 隨著波浪出沒 啊 我看了 好像一隻輪船那樣啊 當時呢 西式 或者中式 的輪船 都已經呢 傳入中國了 那大家呢 你又你拿 我又我拿 大家拿著 看著那個望遠鏡呢 對著那個遠遠來看著 咦 是啊 你看看 好小好小一條黑線 在天水交界的地方 真是一隻船來啊 看看看看 德惠生呢 就說了 哎呀哎呀 你看看這隻船 原來是一隻帆船來的啊 風浪這麼大 好像很危險 那兩人就說 咦 哪裏哪裏 德惠生就說了 咦 東北那邊有一片雪白的浪花 咦 長山島 長山島那邊 好像一隻船呢 慢慢來那邊 那邊 兩個人用望遠鏡呢 就追蹤 看過去了 都說 咦 真是哦 好危險哦 好在他一直來這邊 看距離呢 都是二三十里左右 來到就沒事了 這樣 那幾個人呢 就一直看著這隻船 看著整個小時 慢慢來那隻船 就離近了 見到這隻船身呢 有二三四丈那麼長 都相當之大 船主就坐在陀樓上面 樓下有四個人 就管著轉陀的事 前後有六支圍桿 掛著六塊的舊帆 又有兩支的新圍 掛著一塊新帆 還有一塊半身不救的飯 還有一塊半身不救的飯 加加賣賣 有八支的船圍 那這隻船呢 好像裝了很重的東西 想想想是不是 那個倉裡面 裝了很多貨物呢 另外船的面上 坐到的人 男男女女 不計其數 但是呢 都是在風浪下面 沒有什麼遮掩 就好像天春到北京火車的三等客位一樣 都幾辛苦 水打落那隻船身 有時就打上甲板 就撇在那些人的身上 他們又濕又冬 看樣子非常可憐 船上的人 都好像有一種民不聊生的氣象 那八個船的帆下面 又有兩個人 專門管著那些成索的事 另外船頭船尾 又有很多好像水手那樣的人 就在忙碌著 船就很大隻了 有二三四象那麼長 但是呢 船身相當破爛 東邊有一塊 有三象的長短 已經是爛了 就看到浪花直灌進去 東邊又有一塊 又有一象長的 也有水慢慢深入 其餘的地方 好像沒有那邊不爛 那八個管飯的人 就有些認真地管自己的飯 自己管自己的飯 你又不理我 我又不理我 他 好像大家 各不相關那樣 另外有些水手 在坐船的 男男女女的人群裡面 喘來喘去 不知道做什麼事 啊 他們用望遠鏡 再看清楚一點 哎呀 原來這群水手 在手掌著 乘客身上的乾糧 連他們的衣服 財物 各樣都要強搶 文章白看見 很生氣 哎呀 你們該死的奴才 你看看 這隻船 就來沉 他們都不想辦法 怎樣去搞定這隻船 早些拍案 還在那裏 魚肉這些乘客 真是激死人 衛生 就說 哎呀 張哥 張哥 你不用生氣 你看看 這隻船 離開我們現在岸邊 大約七百里路 等到他埋岸的時候 我們上去 干涉一下 勸一下他們 不要這樣 講講講 哎呀 還大件事 原來船上面 有幾多水手 居然殺了幾個人 丟下海 還要轉軚 船又向東邊走 文章白 就激到 紮紮跳 就說 好好一船人 這麼多條生命 無端白事 就被這群壞人 整死了 真是冤枉 想了一陣子 就說 幸好我們山腳下 都有很多漁船 不如我們幾個人 開一隻漁船過去 然後干涉他們的行為 必要時 將幾個野事的人 將它消滅 我們不如 這樣救回整船人的性命 那不是多好 何等功德 何等痛快 衛生就說 這個辦法 的確痛快 但是恐怕有少少魯莽 請問老殘 你又認為怎樣呢 老殘就說 張哥這個計劃 都不錯的 不過就不知道我們會帶多少人馬過去呢 文章白就說 哎呀 到這個時候 性命有關 還找到多少人去 不如我們只三個人去 趕快去 哪裏找到人去 我們自己去 這樣 老殘就說 你看看他們 整班人 上上下下 那班水手 百幾二百人 我們三個人去 怎麼搞得行 文章白就說 如果不是這樣 那又怎樣 難道白白現在這樣看著他們死嗎 那老殘就說 那老殘就說 我看這樣 他駕駛人這樣 未必是錯的 只是有一個原因 可能呢 整了一隻船 就走得不太好 可能他們一向是走一些 風平浪靜的地方 遇到這些大風大浪了 那就拿手不成勢了 以來 可能他們沒有我們應該用的 現代航海的儀器 平時開船 照著老方法來走 可以看著日月星辰 現在大風大浪 看不清楚了 日月星辰都看不到 那就開到亂了 不如這樣吧 這隻船人呢 這隻船人呢 那些船人呢 又多 又貨多 我們這船呢 就輕一點 一定追到的 是不是 去到之後呢 我們送一個羅盤給他 那就可以分方向了 那他便會 吹吉避空 是不是 德惠生就說了 老殘說得對 我們就這樣去吧 這隻船人呢 真的等著我們去救的 這樣講講講講 三個人呢 就下了蓬來閣 吩咐看守的那些人呢 看著我們的衣物 三個人呢 兇手 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 一個紀限儀 這些是航海儀器來的 還有幾件呢 行船需要的 必須的物品 就下了山 選了一隻 最輕最快的漁船 掛起那個帆 一直就追過去了 當時呢 好在呢 吹的就是北風 所以 向東向西 都是旁風 那來洗起那個帆 上來呢 就非常順 他們一西船呢 很快就追到大船了 那去到大船邊呢 就聽到了 有一個人呢 在高談闊論這樣講話 他講什麼呢 他說 你們個個啊 都是出了船錢 上船的嘛 而且這隻船 又是你們 早圍的公司產業 現在被幾個 駕船佬 搞到亂了 你們全家老友 性命 都在船上 難道在等死嗎 你不會想過方法 來挽回這個環境的嗎 哎 真是笨啊你們 那些眾人呢 聽到他講 嘎嘎無言 其中有幾個出來講 啊 先生 你說的話 都是我們肺腑中 想說 又說不出的說話 哎 現在被你點醒了 真是慘愧了 多謝你 那為今之計 又應該怎樣呢 演講的人就說 你們要知道啊 現在這個世界 無錢不行 那你們趕快 有多少錢 拿出來 給我 我就會獻出我自己的精神 找幾個人 幫你做事 搞個萬世安穩 自由的基業 你們好不好啊 一幫人呢 拍掌畫好啊 文章百在船邊 就聽到 就跟老殘 啊 德偉生說了 啊 原來船上有這樣的英雄浩傑 力玩狂難 早知道是這樣的 我們就不用來啦 啊 啊 德偉生就說了 反正都來到了 啊 不如我們呢 就把我們的船 的帆呢 稍為射低 啊 也都未必呢 我們要追上去的 啊 我們就在 旁邊看看他 啊 有什麼行動 如果他做得對的了 那我們就走咯 老殘就說了 啊 衛哥 你所說的對 啊 不過這樣啊 依我個人的如見呢 這些人 哎 可能只有聲音而已 啊 說就天下無敵 哎 做起來啊 可能都未必是啊 可能他只是說幾句好聽的說話 騙人的錢來用下的 啊 那講下講下 三個人呢 就吩咐船夫 啊 將那隻帆呢 落細一點點 啊 慢慢呢 跟著那隻船 就觀其動靜了 但見船上面那些人呢 夾夾了很多錢 就給了這個演說這個人 就看他怎麼動手了 啊 誰知道那個演說那個人呢 那些錢呢 就落了袋 然後就走去遠一點點的地方 眾人都接觸不到的地方 跟他說啦 喂 你們這班沒有血性的人 良血的畜生 還不去動手 打那個舵手 又說啦 你們又不去把那些水手 一個一個殺了 丟掉他們 人群之中呢 就有幾個不懂事的少年 真的聽他說啊 又走去打過舵手 又走去罵過船主 啊 誰知道呢 一動手呢 就被那些水手 一件一件搞定了 殺了 這幾個年輕人 這幾個年輕人啊 被人扔下海 演說那個人就說 喂 你們不懂團體合作的嗎 啊 你們全全人一起動手 你怕打他們不過嗎 打他們啦 這樣 那幫人群裡面呢 也有些老年人 比較懂事的人 就說啦 哎 大家不要動啊 大家不要動啊 這個做法 勝負都未分 大風大浪 沒打贏啊 船都沉了啦 不要住啊 不要動啊 這樣 德衛生聽到這樣的說話呢 就跟文章八講啦 嘩 原來這個世界的英雄啊 只是懂得自己賺錢 叫人家去流血的 魯神就說啦 幸好人群之中呢 還有幾個 老成辭中的人 如果不是啊 死得更快啊 講講講講 這三個人呢 就把這個帆葉抽滿 很快地接近那隻船啦 那隻船呢 看到有隻船靠近來 就用一個勾 勾著他 那三個人呢 就上了一隻大船了 就走去那個陀樓底下 行了一個禮 就向那些水手的負責人呢 就將他帶來那些羅盆啊 幾限儀啊 這些航海工具呢 拿出來 是 送給你們的 知道你們呢 在海裡面呢 看不到這個 日月星辰 航海就走到 方向迷失 送幾件好東西給你 希望你們安全 那樣 陀樓見到這樣呢 就跟他們說了 這幾樣東西啊 我們都不怎樣的啊 有什麼用處啊 我們不適用啊 說一下說一下 下等水手裡面 忽然間有人出聲了 就說了 船主啊船主 千萬不要讓這幾個人 騙了你啊 你看看 他們手上用的那些 是外國的羅盆 外國人來的 當然是那些死人鬼佬 派來的漢奸來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天主教啊 大約啊 他們暗中暗盤 將這隻船啊 都賣了給那些鬼佬了 所以才有這個羅盆啊 船主啊 船主啊 我們快點殺了這三個人 以除後患啊 如果用多 講多幾句話 用他的羅盆啊 即是就收了那些鬼佬的訂金 他就會來充公我們這隻船的了 啊 搞到吵吵閉 整隻船的人呢 就亂租租 就算那個剛才啊 演說那個所謂英雄豪傑 啊 豈有此理 叫一份啊 賣船漢奸 賣船漢奸 殺了他殺了他 這樣 船主和陀公聽到呢 公說公有你 婆說婆有你 猶疑不定啊 其中有一個陀公呢 就是船主的阿叔來的 就跟他們說了 哎 幾位老兄 你們呢 來義呢 是很好的 不過你看看 中路難犯啊 快點走啦 這樣 三個人 沒有法子啦 眼淚都流了 馬上呢 就下回小船 哎 命都沒有啊 誰知道大船上面的人呢 生氣得不得了 哇 當他們是賣國賊 哎 出賣他們的人 看到他們三個人上那艘船 呢 還不肯放過他們啊 用那些 用波 被那些波浪打斷了那些 撞啊 板啊 亂地扔下去 你想想 一隻小小的漁船仔 怎麼按得起 幾百個人啊 亂地扔東西啊 啊 眨眼啊 那隻小船 他們坐著這隻魚船仔啊 東日發 西日發 被他們打到爛了 眼看呢 沉落海裡面 三個人呢 就要命喪這個壁波之中啊 未知三人性命如何 啟聽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下回應 下回應